近期呢 全球車壇 大家關注的新車 還有交通新制 以及未來的新趨勢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球棒隊又再次出擊了 但是這一次卻踢到了鐵板 怎麼回事呢 屏東新元鄉 盛行路上監視畫面拍下 周西男子開著黑色的自小客車 超車擋在白色自小客前方 那他持球棒下車 找白車駕駛理論 一名女騎士上前關切 不過周西男子還是拿著球棒 碰砸白車玻璃 造成駕駛受傷 白車車頭一轉 追著要衝撞周西男子 他嚇到跑回車上 才剛坐進車裡 白車就很重要上來 白車隨後倒車 再次往打開的車門撞 周西男子不放棄 再拿球棒猛打白車 白車硬擠過去 把車門擠掉一半 隨後在三次倒車撞擊黑車後離去 周西男子也油門一加追著上去 留下滿地的碎片 募集的居民飽受驚嚇 而警方趕到時 雙方已經沒有鬥毆行為 警方調查23歲的周西男子 懷疑女友和三十八歲的紅心男子交往 才開車擋住對方去路 持球棒要教訓紅心男子 沒想到對方 卻開車衝撞反制 還好他即使逃回車上 而白車的駕駛紅心男子則表示 他根本不認識對方 更不知道對方的女朋友 警方證訊後將兩名男子 以公共危險以及毀損罪行送辦 這很像在演電影 你打我我就撞你 那這起案件 雙方有怎麼樣子的刑者呢 小徐 其實我們行車糾紛 在我們這個節目 談論過很多次了 不過其實這起新聞還滿特別的 他已經到了那種 不是單純的臨時起義 已經到了那種尋仇的那種程度了 當然我們看白車 後來這個駕駛有受新聞訪問 如果他講的是真的 他是說他第一時間 他也不認識對方 然後他也不認識 這個中間的這個女孩子 所以他第一次應該是認為 他是一個行車糾紛 只是沒聽到 這個黑車的這個駕駛 怎麼拿出球棒 做這麼大幅度的猛烈的攻擊 所以他才會做出這種 倒車衝撞的這些行為來自衛 我相信各位看到這起新聞 應該都會想到 前幾年那個東海夜市的大漆事件 那前一陣子的新聞也有報 就是這個大漆事件 剛好那個判決又出來了 兩邊都有罪 引發網路上非常大的熱議 其實這兩起行的糾紛 他們的共同點在於說 到底這個被害的一方 就是一開始不是動手的另外一方 他們可不可以主張說 因為是對方先動手 而且他危害到我的生命危險 所以我才倒車 衝上他的車子 衝上他的駕駛座 這樣可不可以構成一個正當防衛呢 我們還是老話一句 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實務見解 不好意思 這個要構成正當防衛很難 怎麼講呢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簡單來說 構成正當防衛大概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是 這個不法的侵害正在立刻的進行當中 第二個是 你主觀上呢 要有防衛自己的意識 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所做出來的適當行為 那各位聽到這裡就會覺得 什麼叫適當行為 是沒錯 適當行為呢 就是第一個 你的行為要有效的去制止 對方的這個侵害正在進行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不能違反比例原則啊 比方說對方只是要傷害你 你不能把對方給宰了 問題來了 行者糾紛發生的時候都是一陣慌亂嘛 對不對 你是忽然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可能第一時間就判斷出 這個人是要打我 這個人是要罵我 這個人是要恐嚇我 還是這個人要宰了我 可是不好意思啊 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實務見解 大部分都是認為呢 這個被害人第一時間 要有超級讀心術 要能夠看得很精準 這個人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像新聞這一起的這個行車糾紛 可能到後面會像東海大漆事件一樣 這個白車的駕駛人也會判決 這個防衛過大 這個是很頭痛 那回過頭來講了那麼多呢 我們今天遇到這種行車糾紛 要怎麼辦呢 我也是老話一句啦 跑 36G走圍上策 我幾年前呢 也在這個西濱公路 發生這個行車糾紛 對方啊 逆向行駛 我在大馬路上開得好好 他逆向行駛 他還以為我要撞他 所以他車子就掉過頭來 在快速道要攔我 你給我下來 你給我下來 那我怎麼辦呢 跑給他追了 我哪知道他車上有什麼東西 有球棒 還是有小孩什麼 我哪知道啊對不對 那我們在逃跑的時候呢 盡量就選擇大馬路啦 因為大馬路呢 這個車流相對危險性沒那麼大 如果說你到了小馬路 他可能把你攔下來 把你堵住這樣子 第二個是什麼 大馬路有其他的轎車 大家眼睛真的看著 他比較不敢亂來 最重要是什麼 有很多行車記錄器 有很多監視畫面 可以幫你收證 那你如果真的是 像我們這起新聞案件這樣子 對方做出強力的攻擊行為 而且你可能沒辦法 有效地逃跑的話怎麼辦呢 那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你可能不得不去攻擊對方的車子 我們會建議各位 在這種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再次強調萬不得已 你應該去攻擊他的前輪 因為根據我們汽車的結構 前輪是非常脆弱的 前輪一旦受損了 他是沒辦法再前進 再沒辦法去追你 你看這個白車的駕駛 他去撞擊這個駕駛座 駕駛座撞爛了 車還是照開啊 還是照樣可以追嘛 對不對 而且白車很有可能會 因為這樣被認定是一個 無效的正當防衛 反而吃一個這個 防衛過當的狀況 當然啦 這個是萬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說像這個新聞畫面這種 已經是尋仇的程度 我必須想這個防不升防啦 如果你真的被逼到 完全沒辦法退 完全都走不了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會建議各位 拿起你的手機 不好意思 我這手機神經百戰 那你的手機呢 你要不要報警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呢 我建議各位開直播 你拿IG或是Facebook的直播 你邊直播的時候邊講 你可能在什麼位置 然後你把對方的特徵描述一下 對方的車要描述一下 為什麼要不要報警呢 你要考慮一下呢 因為你在報警的時候 你要跟警察對話 你可能會失去收證的機會 你也可能會驚慌失措 你邊開直播的時候呢 你可以邊看你車上有沒有什麼 防身的武器 你可以邊看等一下要怎麼逃亡 當然這中間取捨不太好拿捏啦 如果你真的是遇到那種 尋仇的話那真的是防不升防 而且一個不小心還會構成防揮過當 這真的是很令人頭痛啊 哎呦是啊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樣自我保護呢 基本上就是36G走為上策 對 能夠跑盡量跑 對 然後隨時注意就是 你要常常習慣說 怎麼樣使用這個直播的介面 像我不直播我就不知道 應該去按哪裡 反而我還會驚慌失措 不過盡量大家只要上路之後 退一步海坡天空 也許別人在對你凶的時候 你只要不斷的說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不會有人說 你一直在說對不起 我還猛力的在攻擊你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馬路上除了我們大家說 這個酒駕的部分啊 零容忍之外呢 如果萬一遇到了一個 就是危害著用路人安全的 這種危險駕駛 你可要注意囉 危險駕駛們現在呢 你的罰則要加重囉 沒錯 剛剛冠儀說得很好 如果換作是我 也是一直對不起 對不起 但是有幾個狀況 你對不起也沒有用 而且還要罰更重 就是危險駕駛 你自己本身是危險駕駛 不行 是不是 還有酒駕也不行 所以啊 這一個文來看 現在的法則 特別的強調這些行為 為什麼這些行為越來越多 有沒有發現 以前很少遇到什麼 惡意B車啊什麼的 現在惡意B車的技術越來越好 而且狀況越來越多 那就是什麼 無故急殺急檢嘛 或者是禁忌嘛 造成之前有很多新聞 晚上的時候 還造成圍觀的群眾 造成傷亡 是 為什麼 這就是什麼 危險 危險的這個駕駛 你自然史上的話 我們現在規定的就是 加重刑責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除了原本的之外 我就要加重 而且危險駕駛上限 從兩萬四千塊 本來我們規定最高的罰則 現在增加到三點六萬元 也就是有效的去提升這一個 就是說萬物接掌 我們這個罰單也要接掌 不過危險駕駛本來就不一樣 但是危險駕駛 這些21B車無故減速 其實它是不是危險駕駛的一個部分 是 但是危險駕駛還包括什麼 嚴重超速 什麼叫嚴重超速 你速限譬如說是一百公里 你開到一百六十公里 就是六十公里超速 六十公里以上的話 它就構成危險駕駛 還有一個可能大家不知道的 好像說我沒有很危險啊 怎麼會吃上危險駕駛 你把消音器拔掉 也是屬於危險駕駛 這個可能很多人要記住啊 不要亂改排氣管 或排氣管壞掉了趕快去修 不然的話一罰就是三點六萬 還有這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糾正的部分的這個條文 最重要是無罩駕駛的上限 是兩萬四千塊 就是你無罩駕駛上路的話 就要罰你兩萬四千塊 這一個 這幾年為什麼會增加 就是剛剛說的九家玲瓏人 你甚至還有被吊下駕照 對 不得再考 所以他就變什麼 無罩駕駛 以前常發生的是什麼 你過幾年又可以駕照領回來 或者是重考又可以領回來 領回來有時候 像大型重機也常預兆什麼呢 無罩駕駛或者是越級駕駛 但是你如果是無罩駕駛的話 就是要兩萬四千塊 但是五年累販的這一個部分 這更嚴重 那如果借車給無罩者 將吊扣汽車的牌照 為什麼要這樣子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未成年的駕駛人 或者沒有駕照的駕駛人 開車出去造成的車禍 這個有的時候是偷開爸爸的車 是 爸爸自己不知道 前一陣的新聞還有爸爸不知道 還跑去報警 以為自己車壞掉了 車不見了 車失誡了 結果是自己小朋友開出去了 那當然他這個報警可能就 小徐可能就會說 他就不是借車給無罩者 因為他是那個 自己家的小孩自己開進去 更慘啦 失竊是公訴罪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但是呢 他是吊扣汽車的牌照 所以我們要注意喔 不要看好像是這一個 最近我們好像政府在不斷的去修正這些 但是仔細去看他對於用路人 是不是有多了一層保障 雖然罰則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就是說你應該從最基本的 從教育 從道路規劃 去讓這個交通更加的順暢 但是呢 我覺得政府要快速達成目的的方法呢 可能就是從罰則開始 那如果我們自身就做起的話 相信這些影響我們 正常的使用駕駛 道路使用者的話 應該就不會構成說 這個壓力啊什麼的 對 大家還是要遵守交通法規啦 當然除了這個危險駕駛之外呢 在馬路三保的部分 也是讓大家非常的頭痛 像我們大家俗稱的就是 馬路殺手的行為 就當你這個開車門的時候 沒有注意後面的狀況 造成了交通意外的事故 真的層出不窮啊 其實我覺得開車門這種事情 真的很危險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什麼 呃經驗或是狀況 現場狀況可以做判斷 那其實台灣呢 開車門不當的這個造勢事件 每一年基本上都在增加 從17年一直到2020年 都是稍微緩慢的在提升提升提升 不過呢因為我覺得 可能政府也有在相關方面 有進行去宣導 或者是可能我們在電視上也有講啦 慢慢在2021年的時候 數字有下滑一點點 那基本上呢 呃開車門急落的 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 基本上都是二輪的騎士 那以摩托車來說 這個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以台灣的交通習性來說 二輪的機車 你一定是靠最右邊騎 最右邊騎的話 你的你的你的汽車開門的那個範圍 有的時候四輪不一定會影響得到 但是二輪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傷亡 那其實我覺得 台灣現在慢慢有一些的新車 開始好像有一些功能可以 防範這種事情 不是說防範啦 讓你不要成為這樣的三寶 譬如說我記得最早是賓士的 它的Presave的系統 你下車的時候 它那個如果盲點偵測到 左側有來車 它的氣氛會閃 那甚至是目前最新的 Lexus的NX 它不是有那個電視的門把 對 如果盲點的範圍內有車輛 或是行人接近 它會不讓你開啟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慢慢能夠減緩 這樣的造勢事件的原因 而且呢 記不記得如果在考駕照的話 先考駕照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 兩段式的開門 那你除了要先看什麼後視鏡 然後你下車的時候 一定要用你的反手 你一定要用右手開 這樣你投拆可以先出去看 如果沒做就三十二分扣完 直接就取消資格了 所以我覺得 不論是政府的宣導 或者是一些汽車車輛功能的提升 都能夠盡量的去減少這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給這一些 以歧視為主的受害者來講 最重要真的還是防衛駕駛 像我自己如果是騎車或開車 我覺得那個路邊 停在路邊的車 可能它的燈是亮著 它有發動 接下來可能它要下車 或是它熄火完要離開 盡量離遠一點 你起碼留一個 速度整個放再慢一點 就你起碼留一個車門的距離 就是它馬上開的時候 你還有一點點時間可以做反應 當然你離太遠 有時候離四輪的車道太近 也是一件威脅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開車騎士在路上 這個造勢事件 雖然大家感覺沒有到很嚴重 但是一旦遇上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大條的事情 因為非常多的死傷 它其實死亡比例算很高 很多都是被車門擊落之後 被道路上的汽車 或者是大卡車 煞車不及而碾斃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於道路交通安全來說 環境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 也就是因為這個不但開車門 引發了很多的交通事故 甚至於造成人生的這個傷亡 所以現在各家車廠都希望說 如果你駕駛者本身這麼的不自愛 那因此我們就用這些 安全的輔助配備來幫助你 可以造成 就避免可以造成意外的傷害 就像剛才那個智希有講到 Lexus的ONEX 它有INLASH 這種離車的時候的安全輔助